终于看主界面左下角的蓝发女孩 她非常奇怪 在游戏中新上下的皮肤里 根本找不到她 并且她居然还和水母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这个蓝发女孩的真实身份 究竟是什么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的主界面 也见过这个蓝发女孩 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中的水母 她们是非常暴躁的 如果说她们看到人类 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她会直接 向我们人类放电 把我们人类直接干掉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的血量少得非常的多 瞬间我就看到了死亡墨碑 我嗝屁了 但是非常的奇怪 主界面中的这个蓝发女孩 她并没有受到水母的攻击 在评论区中扣出9432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水母不敢进攻这个蓝发女孩 那么这个蓝发女孩的真实身份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总算揭开了她的任意 在游戏中有一尊神像 官方大大说 这尊神像的名字叫做海神像 也就是海神塑造的雕像 我们使用珍珠擦摄了一下海神像 发现她居然变亮了 在她的头顶 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叶花朵 中间有一个蓝宝石 在主界面中的这个蓝发女孩头上 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相同的四叶花 中间夹杂着一个蓝宝石 所以这就可以说明 其实这个主界面中的蓝发女孩 她就是海神 你们知道了吗 她就是海神像的蓝宝石 她就是海神像的蓝宝石